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是2019年8月26号 现在是下午3点 我是进强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首先来关注人民币汇率 今天早间 人民币对美元在岸离岸汇率双双下跌 离岸市场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急报7.1751 较前一交易日7.1355的收盘价 重挫近400点 再来关注股市方面 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上周五欧美股市大幅度下跌 今天早盘亚太股市也纷纷低开 截止到收盘 日经225指数下跌了2.17% 韩国COSPI指数下跌了1.64% A股主要指数也没有能够例外 截止到收盘 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数 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贵金属期货集体大涨 护金护银期货盘中 一度触及了涨停 截止到五盘 护金主力合约上涨了3.44% 报每克358.25元 护银主力合约上涨了4.13% 报每千克4388元 对于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商界表示严重担忧 并且表示 如果中美经贸摩擦继续升级 他们将准备停止新的投资 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由美国200家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 组成的商业团体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近日表示 他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威胁开启国家紧急状态 干预贸易的做法表示强烈担忧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主席 同时也是前白宫幕僚长的 乔舒亚·伯尔腾 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专访时称 一旦中美经贸摩擦失去控制 美国投资者和商界将会猛踩刹车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都将是一场灾难 乔舒亚·伯尔腾表示 美国投资者已经做好随时刹车的准备 上周五美股暴跌已经传递出这种信号 除了商界外 美国媒体也对总统特朗普的做法提出质疑 美国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 今日美国在其网站上发文称 特朗普升级对华经贸摩擦是灾难性的 将造成美国经济衰退 今日美国认为 美国政府的贸易策略已经损害到美国经济 减税政策也很难阻止美国经济衰退的大事 只有开放贸易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虽然美国政府大力鼓吹提高对华加征关税 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 但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对这一说法买账 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期完成的民意调查 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民众比例呈上升趋势 2019年8月 64%的美国民众认为 只有自由贸易才有利于美国经济 比2017年4月的民调高出7个百分点 今天上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2次会议举行了闭幕会 表决通过了四部法律 其中关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决定 将于2020年1月1号起施行 这意味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从试点走向全国 来看报道 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在征地方面改革了征地程序 要求政府在征地前与被征地农民进行协商 必要时组织召开听证会 跟农民签订协议后 才能提出办理征地申请和审批手续 新法还首次采用列举的方式 对于哪些是公共利益可以动用国家征收权 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在征地补偿方面 改变了以年产值备数法来确定土地补偿费 和安置补偿费的做法 未来将实行按照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 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 新法破除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进入市场的法律障碍 删除了原来土地管理法第43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规定 增加规定农民集体建设用地 在符合规划依法登记 并经三分之二以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 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 单位或个人直接使用 同时使用者在取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之后 还可以通过转让互换抵押的方式 进行再次转让 来关注今年第11号台风 白鹿的最新动向 白鹿已经在昨天的14点 在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境内 却减弱为热带低压 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 中央迹象台今天早晨5点 对其停止编号 但是白鹿带来的风雨影响仍然在继续 中央迹象台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今天到明天早晨 广西 湖南 贵州 陕西 内蒙古 黑龙江 苏丸北部 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西中部 苏丸中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 有大暴雨 上述地区 局部地区并办有短时强降水 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另外在湖北 最近出现的持续高温少雨天气 已经导致湖北16市67线发生了干旱 农作物大面积受灾 目前湖北省已经饮水掉水33亿立方米 用于保障农业灾溉和居民生活用水 旱情发生后 湖北省从4270座大中型水库 长江 汉江以及200处大中型灾区 引水掉水30亿立方米 其中水库开闸放水提供灾溉水量 13.6亿立方米 每天放水量比去年同期多1000万立方米 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总库荣 黄岗市洪安县属于重汉区 在洪安县密尔镇 从8月初开始部分河水已经出现断流 200多亩水道已经发黄枯死 在稻田附近池塘水已抽完的情况下 从7月底开始 当地就一直在从县域内大中型水库引水 这几天相邻的武汉黄皮区 木兰湖水库也开始向这里引水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购岛不成以后 美国政府考虑在丹麦自治领地 格陵兰岛重新开设领事馆 物地是增强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 美国媒体说 领馆将成为推进美国 在格陵兰岛利益的有效平台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3号报道 美国国务院至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封信件中提到 一项明年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设领事馆的计划 据悉这是美国一项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加强美国在整个北极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利益 美国国务院在信中称 驻格陵兰岛领事馆将成为促进美国在格陵兰岛利益的有效平台 并将帮助美国保护这个自治岛屿的基本权益 信件披露 美国国务院已经安排美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的一名专员 分管格陵兰岛事务 并计划今年秋天在当地雇佣人手 预计领事馆将于明年开张 届时将有7名工作人员 对于美国重开领馆的消息丹麦政府及格陵兰岛方面的最新回应 可能令国际媒体感到意外 丹麦外交部发言人埃斯珀森是美方的这个想法不错 重开领馆属于非常正常的事情 美国在二战期间就曾在当地开设领事馆 格陵兰岛方面也称 对美方希望在格陵兰岛重开领馆的消息表示支持 美国1940年在格陵兰岛开设领事馆 1953年关闭 格陵兰岛大约五分之四的面积在北极圈以内 岛上自然资源丰富 包括稀土资源 岛北部的图勒空军基地驻扎由美军 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披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购买格陵兰岛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这一想法荒谬 有丹麦媒体表示 从特朗普政府近来有关格陵兰岛的表态看 北极地区未来大国博弈将更趋激烈 丹麦本地新闻网25号评论称 丹麦方面应该早先一步 通过主动拒绝特朗普访问 捍卫尊严 格陵兰岛也不是一块肉或是一处房产可以随便买卖 继续来关注巴西亚马孙雨林的火情 截至到当地时间的25号 大火仍然在亚马孙雨林持续燃烧 目前巴西政府宣布 军方可以派出超过4万名士兵赴亚马孙雨林救火 航拍画面显示当地时间24号和25号 大火仍在亚马孙雨林多处肆虐 大片地区烟雾弥漫 能见度低 许多树木已被焚毁 有专家认为多数着火点的起火原因 与人为因素有关 目前巴西政府已加大了救火工作的力度 巴西国防部长阿泽维多24号说 大约4.4万名士兵可以参加灭火 正赶往罗赖马 朗多尼亚 托坎廷斯等6州 按照阿泽维多的说法 巴西军队将集中在特定区域灭火 军方还将出动两架C-130型大力神运输机 每一架次可以运送1.2万升水 不过消防人员表示 目前火事复杂 灭火工作存在较大难度 é a maior problemática este ano é justamente pela quantidade de focos menores se fosse apenas um foco alguns focos grandes de incêndio seria um pouco mais fácil de você manejar os recursos quando se tem vários focos ao mesmo tempo fica um pouco mais difícil para haver o deslocamento haver o trânsito desses recursos entretanto é como eu falei se está quemando a principio é uma vegetação rasteira 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数据 截至23号 今年巴西境内森林着火点 达7.8万余处 同比增加84% 其中4.1万余处 位于亚马孙雨林 而这4.1万余处着火点 有超过半数是本月出现的 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北京小客车指标办25号 发布今年第四期指标配置数据 截止到8月8号的24点 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 总共有331万7404个有效编码 上一期大约2546人抢一个指标 本期中签难度可能将会再次增加 而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 总共有442411个有效编码 如果现行规则不变 本期新能源指标新申请者 可能将轮后9年才能获得指标 根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 德国志愿消防员数量近年持续下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